耶 每一个 都像个礼物 感谢耶稣 一直一爱 你 神父祖我们起了 祖弟兄 感谢主 这个对神的家里 你知道当神所爱的 回到家的时候 第一个最大的就是一个释放 释放只是上情绪上的释放 想想看如果你跟着亲人 亲人十五 二十年 三十年没见面 当爱你的亲人跟你拥抱的时候 在那一刻就是你全然的 可以不需要再压抑他 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一个过程 在耶稣的爱里面 我们全然可以自由 压抑了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可以完全的交给耶稣 这就是耶稣说是 你可以真正是耶稣要你的人 你不需要再压了 所以未来我相信我会听到一些的见证 让你明白 神给我们的意志 耶稣要医治你 跟你最心痛的 让你最心痛的人的关系 如果这是你 你就开着你的眼睛 因为耶稣要医治你 跟让你最心痛的 跟让你最心痛的那个人的关系 不见得是恢复到过去 耶稣正在你的心里做 耶稣正在你的心里做 耶稣说你要痊愈 说耶稣我要 我的心不要 一直感觉有东西割住 我的心不要一直觉得被压住 耶稣要医好你的心 就在这个时候 耶稣医治你的心 奉耶稣的名说 你的心 因耶稣基督 祂所受的边上得医治 你的心因着耶稣 所受的心法得平安 你不需要再靠自己了 你不需要再靠自己 来应付跟压住那心里的伤痛 耶稣说 我今天就是你得痊愈的日子 在这时候 耶稣正在你的心里 做一个恢复的过程 耶稣正在做恢复的过程 我看到有恨 恨字 隔在你 跟让你心痛的当中 我奉耶稣的你说 主 因着耶稣你为我们 在十架上所承担的 这个恨挪到耶稣基督的十架上 耶稣除去了仇恨 因为祂在你和这个人的中间 祂成为那复合 医好你的唯一的中间 就是耶稣的自己 奉耶稣说 这一致进入到你的心里 你和那一人的关系 这一刻开始改变 耶稣使我们跟父神符合 也要医好我们跟自己的关系 所以耶稣正在做这一致的过程 耶稣正在医好 你因为跟那个人 而受到伤害的 奉耶稣明说 一致领到你的心 我赞美你感谢 耶稣医治了你的心 耶稣医治了你的心 不再亏欠 我再说 不再亏欠的里面 不再亏欠的里面 不是亏欠自己 不是亏欠那个人 不是在亏欠的里面 所以你不会在一种 被压迫的感觉 我看到在Esther的身上 我看到在Wendy的身上 我看到在Maria的身上 我看到在燕生的身上 神做这样的工作 我看到在贵方的身上 神正在做这个过程 重要是你愿意得痊愈吗 耶稣问了这个问题 只有你可以回答 你愿意 鲁鲁在你的身上 耶稣要医治你 我们的心 不再是一个受伤的 一个状态 我们就能说是跟不是 当我们受伤的时候 我们觉得一切都是被迫 但是神要让你知道 你可以活在是 因为你心里真的是死 不再亏欠 不再追讨 愿神能医治领导 我会说是你 我会说是你 那些人